主席為什麼不邀郭董 主席給郭台銘的民調 對決被拿出來嗎 宣布徵召侯友宜 那朱主席怎不邀請郭台銘 難道是怕了嗎 宣布徵召前夕 郭粉們忍無可忍 留言灌爆朱立倫臉書 國民黨死在你手上開心了嗎 可憐阿民被騙了兩次 非郭不投現在寧可投廢票 排山倒海批評聲浪 難道朱立倫早盤順到這結果 你把他搞進來 耍弄了一圈 然後呢 讓郭台銘以為很有機會 很有希望 然後現在還是沒有 最厲害的精算是 到底算了個什麼 黨內也看不下去 朱立倫兩個月以來的徵召大戲 對質疑都像是寫好的劇本 我再一次提醒 國民黨的一些人士 我們絕對不要製造障礙 如果 最後的民調侯市長高過一路 那麼我會全力支持 和與市的 他後來公開講的那段話 其實他那天已經在我面前講了 他一定一定堅定的支持 最後我們國民黨做的最後決定 用徵召幫沒有黨籍的郭台銘解套之扣 台灣阿民進到一場規則不明 淚初選的賽局當中 一方面侯友宜被迫表態 一方面承諾團結的郭台銘 一旦獨立參選 或者頭上柯文哲懷抱 成功傷人一秒變成大罪人 沒有問題是在合作什麼 他自己的把話都堵死了 他說他如果沒有成功 他支持侯友友 我那時候現在想說 那好像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怎麼合作 他會講後面算了 從朱立倫來說 不愧是國民黨的大內高手 就是玩這種宮廷政治是玩得非常非常熟悉 董事長的反應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沒想到他會這麼信守承諾 畢竟他是在全球開拔拉票 開了一兆多的男人 郭台銘綜合商場精打算盤 可能沒想到輸在政壇精算師 朱立倫的政治算計 靜新聞 謝神蔡玉如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